这是两国最强者的颠峰对决 各种异能让人眼花缭乱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故事从这个会飞的少年凤隙开始 他的身体从小就会不受控制的漂浮升空 睡觉的时候 母亲只能用被子将他绑在床上 为了隐藏凤隙的特殊能力 母子俩搬到了偏远的郊区居住 充满上学都得背上增加负重的书包 这天前往学校的公交车上 凤隙看到一位女生正在马路边狂奔 无比巧合的是 对方乘坐的公交车 正好和凤隙换成的是同一辆 而且他的公交卡里没钱了 司机大哥让他下车充值 凤隙挺身而出帮美女付了钱 后者回心一笑 找到位置后主动要帮他拿包 只是背包的重量有些惊人 看着美女精致的面容 凤隙有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嘴中默默念着圆周绿 激荡的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 当他来到教室后 惊喜地发现公交车美女 居然是搬上新来的转校生 名字叫做李美秀 对方的身上似乎有种独特的吸引力 让凤隙的目光深陷其中 结果他的超能力 又一次不受控制地发动起来 只能紧紧抱住 挂在超重书包的客桌 原来凤隙并未完全掌握飞行超能力 每当情绪产生剧烈波动时 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飞起来 就在他开学的第一天 首尔机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男人 只见他静止走向快递车 并乔装换上了快递员制服 车里存放着一碟资料 这是他此行袭杀的目标 男人以送快递的名义 很快来到一家培训机构 找到这里的老板眼镜哥后 他很大方的承认 自己是来执行清楚任务的 眼镜哥当场发飙 随手将高二扶球杆引成了麻花 原来他是一名拥有距离的超能力者 面对超乎寻常的致命攻击 长发杀手的伤势却瞬间复原 原来他也是一位超能力者 拥有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 可除去这个身份之外 他还是名职业杀手 只见他手指一弹 镜片瞬间划伤对方眼睛 长发杀手趁机捡起钢笔 猛地插入眼镜男的心脏 一场暗杀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完成 临走之前 长发杀手询问眼镜男 你在这里有没有子女 见对方不打 他直接将人抛到了大厦外面 当天下午 凤隙的母亲搜索到一条新闻 某培训机构的老板离其死亡 官方解释称为意外坠楼 可在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某间办公室内 秘书正在向一位大佬汇报 经过现场勘探 死者全身遭受严重的骨折挫伤 应该是被另一名异能者所杀 原来眼镜男曾经隶属于某官方异能组织 只不过后来选择隐退 从此回归正常生活 大佬对此十分气愤 要求手下务必查清凶手的来历 与此同时 凤隙的母亲打开缝纫级的暗格 取出藏在里面的手枪 并将其熟练地擦拭组装 想不到他也是位异能强者 凤隙的特殊能力 应该就是来自他的遗传 凤隙的父亲不知什么原因 很早就消失不见了 小时候的凤隙连路都走不了 母亲只能成天将他绑在身上 直到后来在郊区 做了一个巨大厂堂 小凤隙才逐渐适应飞翔能力 勉强学会了下地走路 可即便这样 同龄的孩子在外疯狂玩耍的时候 凤隙也只能独自在家看着电视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成为像闪电侠那样的超级英雄 这天他放学路过学校操场 看到一位同学穿着闪电侠披风 站在滑梯的最高处 骚包的姿势赢得了无数艳羡的目光 凤隙撇撇嘴有些不服气 爬上滑梯后直接飞向了地面 听着周围的荒芙骂喊声 他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闪电侠 却不想这样的举动 却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因为飞行的能力 还能找借口说是小孩子眼花搪塞过去 但是却挡不住熊孩子作死的跑去效仿 结果摔断腿的责任 全都算在了带头的凤隙身上 凤隙母亲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才获得受伤孩子家长的谅解 可凤隙还是有些不愤 那位同学能力不行 摔断腿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漂亮母亲与众心肠的教导 你必须学会顾忌他人感受 否则永远成为不了超级英雄 当时的凤隙无法理解这句话 情绪波动之下再次飞了起来 好在母亲及时出现 用绳索将她紧紧扯住 才不至于飞到天际消失不见 看着母亲嚎啕大哭的模样 小凤隙这才察觉到 自己的能力原来是种沉重的负担 于是便开始抑制自己的飞行欲望 对母亲的教导也是言听计从 收获思绪的凤隙大步踏上校车 没多久便看见那道熟悉的倩影 美秀犹如在雨中狂奔的烈火 凤隙再次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结果两个人上学七七迟到了 在关闭校门的那一刻 凤隙不小心被美秀推倒在地 可轻盈的身躯 只是让她擦破一点皮而已 这让美秀瞪人美眸十分不解 经历了刚刚的一路狂奔 美秀全身一股汗臭味 她只能去找唯一认识的缝隙借套衣服 看着两人熟弱的身影 品学见诱的班长康勋神色有些复杂 站起身后意外发现 班上的学渣居然跟着美秀来到更衣室 班长知道对方的德行 立刻跑上去阻止 使之学渣的态度十分嚣张 居然拍着康勋的脸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 班长只感觉莫名的怒意声疼 跟着学渣来到学校的后山 见对方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康勋轻松躲开几起攻击 紧紧一拳就将学渣打飞 接着又捕了一拳士气昏迷 想不到班长康勋 也是一名隐藏的超能力者 与此同时 美庄城快递员的长发杀手 来到一家书店 店里的老板正是他要击杀的第二个对象 对方似乎察觉到来者不善 悄悄将手插进桌下的插牌 谁知杀手直接关掉了电闸 他显然提前掌握了书店老板的特殊能力 可后者并未因此放弃 而是悄悄取出两节电池 原来他能够摄取电力 成为自己的强力武器 猝不及防之下 长发男子被打得节节败退 可他强悍的恢复能力 再次成为获胜的关键 因为书店老板的电力总有用完的时候 此时的他就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长发杀手直接一腿将其击杀 接着便捡起地上烧火的照片 书店老板旁边消失的头像 应该是他的儿子 可是照片背景却保持完好 正是凤夕所在的学校 而在附近工作的校车司机 察觉到收音机受到干扰 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不过此时的凤夕 并未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 只要是跟美秀在一起 他便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因为两人白天上学迟到 班主任把他们留下来打扫厕所 就当凤夕乐在其中无法自拔时 美秀连门都没敲就冲了进来 询问之后才知道 原来美秀是过来帮凤夕涂抹伤口的 毕竟这也是因为他才造成的 感受到指尖传来的温润触感 凤夕嘴中不停念着圆周率 费了好大劲才让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直到美秀完事后离开 凤夕彻底压抑不住内心的荡漾 整个人瞬间飘了起来 连冰冷的自来水都浇不灭心中的火焰 为了省下大笔辅导费 美秀在班主任的指导下 选择报考了体校 他必须每天晚上留下来进行体能训练 凤夕担心跑道鸡舍会让美秀受伤 居然贴心地打开了教学楼的灯光 将整个跑道照亮的犹如白昼 看着凤夕离去的背影 美秀的笑容犹如盛开的牡丹花 可他却没看到 穿着制服的长发杀手 已经来到学校门口 手中还拿着书店老板的照片 应该是来踩点寻找他儿子的 好在开门大爷也不是普通人 将杀手赶走后 顺便打出了一通电话 第二天便在学校门口装上了摄像头 下午放学后 凤夕和往常一样准备去陪美秀训练 可他刚刚打开门 便看到对方跳跃时 不小心摆到脚 情急之下 凤夕直接一个纵月飞到他的身边 确认美秀行动如常后 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无比巧合的是 同为异能者的班长康勋正在二楼办事 恰好将之前发生的怪异一幕尽收眼底 而此时的凤夕却没有察觉任何动静 因为他此时又在苦苦平复激荡的情绪 直到清洁阿姨过来催促 两个人才实实然地走出训练馆 一直躲在二楼的班长康勋 慢慢显出身形 看着美秀训练跳高的成绩记录 两脚用力直接蹦出三米高 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巴掌印 以上就是超硬能组的第一期内容 男孩每次心跳加速 整个人就会飘飘然飞上半空 对于这个奇特的能力 女主美秀没有任何惊讶 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用自身重量 防止她像轻气球一样飘走 不料这样反而更让凤夕的超能力失控 她只能背上负重书包 并在美秀的搀扶下回到家里 母亲看着两人亲密的模样 顿时乐得合不拢嘴 自己的傻儿子从没带过朋友回家 更别说这么漂亮的女孩了 在母爱光滑的价值下 两盘超大份的炸猪牌瞬间上桌 凤夕和美秀还没吃完 母亲就将两人送到卧室 受药留给他们一个私密空间 一黑风高四下无人 凤夕的本性终于暴露 拉下裤子给美秀观看自己的宝贝 居然是绑在腿上的超重沙袋 随后两人又来到睡觉的房间 天花板上粘贴着厚厚海绵 因为凤夕母亲担心孩子在漂浮时受到伤害 当然凤夕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办法 超能力只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才会失控 她可以默念圆周率来转移注意力 从而让心情快速平复下来 美秀听完后眼前一亮 想到凤夕每次和自己在一起 嘴里都在念着一串数字 她的脸上露出坏笑 整个人慢慢向前倾斜 结果凤夕瞬间弹了起来 在楼下招待客人的老母亲听到动静 增强感官的超能力发动 只听到傻儿子正在楼上不停念着圆周率 也不知过了多久 凤夕总算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随即她便说出了心中疑惑 其他人看到自己这样的怪人 都会感到惊讶或者害怕 没什么美秀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后者的语气异常坚定 世界上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 况且凤夕并不是什么怪人 只是有些奇特而已 这句话差点让凤夕再次飘了起来 幸亏腿上压着超重沙包 而一直在楼下偷听的凤夕母亲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着美秀单独离去的背影 母亲叫导傻儿子 你怎么能让女孩子单独回家 无论喜欢什么都必须去努力争取 否则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凤夕听完后大受启发 飞快转身跑出饭店 双目远眺 居然看到了一公里外的美秀 原来她也遗传了母亲的感官强化超能力 趁着深夜四下无人 激动的凤夕取下沙袋 双腿用力飞上高空 几个纵月便追上了前方的美秀 虽然主地方是有些不雅 可美秀却是满心欢喜 看着欣赏人离开前留下的甜美笑容 凤夕不知不觉又飘了起来 当天晚上 她再一次梦到自己飞到了云层之上 一个背靠太阳的男人 鼓励凤夕做得非常棒 起床之后 她给自己竖了一个自认为最帅气的发型 在母亲惊诧的眼神中 慌慌张张地跑去上学 来到体育馆后 她和美秀同时发现几米高的墙壁上 多出来的手掌印 正是昨天拥有距离的班长留下的 两人想不明白便准备继续训练 这时候美秀想到一件事 只有自己知道凤夕的秘密有些不公平 守住秘密的最佳方法 就是共享彼此的秘密 随后便说起了自己在高三时期 还要转学的原因 她在上一所学校 以一己之力打伤了17个人 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正是因为她拥有恐怖的自愈能力 缝隙的小眼睛瞪得极大 想不到美秀也和自己一样 是一位隐藏的超能力者 而且她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上一所高中读书时 美秀十分看不惯一帮校霸机灵同学 于是暗地里去找老师举报 谁知对方只是复言了事 跑到教室询问有没有霸凌现象 结果没有一个同学敢站出来发声 就连被霸凌的对象也选择了沉默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校霸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美秀站起身将一众校霸叫到后山 她要单挑对方所有人 起初大家都以为美秀是在找虐 却不想她每次受到重击 都能直挺挺地站起来 仿佛打Boss的小强一般 领头的校霸逐渐崩溃 居然抽出材质刀 狠河滑向美秀的喉咙 可她脖子上的伤口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所有人都吓得贪乱在地 这时候女校霸的男友赶到 抨起球霸为她报仇 倒地的美秀直接搬起石头砸向对方 随后又握住球棒换一名色 最终这场一对时期的单挑 以美秀的完胜而告终 因为事后医生鉴定 她的身上没有一处伤口 学校最终将这次护殴定性为单方面殴打 美秀父亲变卖房产花光所有积蓄 才取得了17名受害者的谅解 可即便这样 还是没能让学校收回开除美秀的决定 离开学校时 所有同学都对美秀避之不及 就连那名被霸凌的女孩 也没敢出来多看她一眼 因为学籍档案的五点 所有学校都拒绝美秀入学 只有凤夕所在的京元高中收留了她 可美秀的家里从此变得一贫如洗 老父亲不辞辛劳 开了一家炸鸡店勉强维持生计 经历了这件事 美秀终于醒悟 原来充当英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听闻此言的凤夕若有所思 但不管怎样 两个人都因为知晓了对方秘密而变得更加亲密 与此同时 长发杀手接到了新的暗杀指令 这次她的目标是理发店的老板娘 趁着洗头的功夫 长发杀手询问老板娘的孩子 是不是也在京元高中读书 后者听完后脸色大变 直接掏出剪刀插入杀手的脑袋 可惜后者是拥有超强恢复力的异能者 只要不是致命伤 他全都选择武士 而老板娘的特殊异能则是透视 能够提前预判杀手的行动路线 可是攻击手段十分有限 即便精通各种热武器 但在这个打不死的小强面前 最终只有当场与命的份 老板娘到此也没透露孩子的信息 不过长发杀手也有自己的办法 那就是去参加老板娘的葬礼 届时她的孩子自然会出现 可让杀手意外的是 老板娘居然领养了十几个孩子 没人清楚她的亲生孩子是谁 也不知道异能者们都经历了什么 不但隐瞒了自己的超能力 还将各自的孩子都保护得十分周到 一无所获的长发杀手走出殡仪馆 却没看到其中一个房间的灯光正在闪烁 里面的男人手里握着一节电池 正是那位公交车司机 同时也是书店老板的儿子 街道第一次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是在幼儿园里的课堂上 老师带着大家做摩擦起电的小实验 别的孩子只是头发被吸附起来 而街道的头发则是直接炸裂 之后她也进入了晶圆高中就读 只是因为体育和文化课都不行 班主任老师建议她去报考艺术表演戏 掌握了电汐异能的街道 很快受到闪电侠剧组的青睐 演出后更是深受孩子们的喜欢 也成了奉隙小时候的偶像 可没多久节目组就发现了不对劲 街道这个闪电下实在太费钱了 表演时不小心就把灯光设备给炸了 灯光是建议把街道换了 否则剧组迟早都被破产 于是她就这样被迫下岗 在之后找工作时也是各种碰壁 学上加商的是 她的母亲因为意外 突然暴毙在家里 街道只感觉自己的人生灰暗无比 这时候她的父亲突然现身 教导街道无论前行的道路有多么黑暗 咱们也有找到光的能力 可那时候的她根本无法理解这句话 在路边弹劾酒时 遇到一辆抛锚的公交车 司机联系公司派人过来接电 听闻此言的街道眼前一辆 只见她摘掉皮手套 大步上前握住续电池 居然将公交车成功启动 公交车司机对街道的维修能力赞不绝口 甚至还将她介绍到公交公司上班 于是就这样 街道成了一名公交车司机 直到这天听闻父亲的死讯 并从现场留下的电池中 获取到父亲死前的一些画面 长发杀手的模样深深映入她的脑海 而此时的国家安全办公室 也获得了长发杀手的身份信息 对方原本出生在韩国 七岁时被美国中情局带走 这次回来应该是执行官方委派的 肃清易能者任务 杀手的代号为F 这就意味着前面还有五位实力相当的同伴 早在十几年前 中情局从世界各地 搜集了600个具备超能力的孩子 从小进行严苛的死亡训练 他们被分成六组相互厮杀 长发杀手就是最后杀出重围的六个孩子之一 安全中心的大佬觉得此事非同小可 立刻让副手去联系美国诸韩大使过来相谈 与此同时 长发杀手再次接到暗杀指令 这次的目标居然是奉西的母亲 就在他低头看资料时 差点撞上迎面开来的公交车 这辆公交车的司机恰好就是街道 他一眼便认出快递车里的杀富仇人 这辆公交车开启了狂飙模式 正在不顾一切地追赶前方的车辆 爆发出来的气势 连职业杀手都有些胆寒 他原本想要避其锋芒 却不想公交车步步紧逼 长发杀手一个急转弯 将车辆开进了一行车道 顺便撞飞了一辆灵面驶来的轿车 公交司机只能踩下刹车 眼睁睁看着杀富仇人扬长而去 谁知对方并未走远 而是静止驶向公路旁的荒地 见到牙关一咬 再次启动公交车坠了上去 好不容易碰到杀富仇人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快递车忽然从侧面的草丛中驶出 直接将大发车撞飞 借到快速吸取电池能量 从驾驶室中跳了出来 可他的三脚猫功夫 哪里都得过职业杀手 不过嘴上的气势不减 不停喊着替肤报仇 长发杀手立刻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树垫老板的儿子吗 想到他的父亲临死前烧火相片的行为 长发杀手动了侧影执行 居然没有当场杀掉街道 而是转身上车准备执行上级指派的任务 那就是灭掉猪牌店里的女主人 奉行母亲拥有感官强化的超能力 提前察觉到了这位不速之客 最近他一直在关注已起死亡的新闻 看到快退车后 瞬间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不过现在讨跑已经来不及 他只能强装镇定地询问要吃些什么 趁着备餐的间隙 他快速给儿子发条短信 千万不要回家 可凤夕的手机早已没电 而且已经抵达饭店门口 母亲只能抢先一步 将凤夕当成过来吃饭的顾客 后者愣了愣 将满肚子疑惑藏在心中 顺从地坐在餐桌旁 点了一份猪排饭 可这点小伎俩 哪里瞒得过观察细致的杀手 对方只是随便问了几个问题 凤夕就不小心说漏了嘴 承认这里就是他的家 厨房中的母亲意识到绝无侥幸可言 将早就准备好的手枪插在腰间 长发杀手轻叹一口气 缓缓站起了身体 就当凤夕母亲握住枪柄时 杀手的卫星电话收到一条短信 行动暂缓 下一刻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饭店 凤夕母亲立刻关警饭店大门 心中常常舒了一口气 原来是国家安全办公室的大佬 请来了美助韩大使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 对方其实是美中情局的人 现在他们的人在韩国境内杀死异能者 虽然那些老一辈成员也不受待见 但是大佬并不希望事情闹大 毕竟压下媒体消息人是很费劲的 大使没想到韩方居然掌握了这么多信息 而且对方还有公开情报的打算 最终表示自己只能暂缓诉讯行动 如果想要终止 必须回去请示上级才行 谁知大使离开之后没多久 又给长发杀手下达了新的击杀任务 这次的目标赫然正是美秀的父亲 代号九龙 杀手心中也是憋着一团火 感觉自己就是任人指示的工具 来到美秀父亲的炸鸡店后 发现对方恰好去送外卖了 他的怒意彻底崩发 车速提到极致 连行人都不必让 刚刚抵达外卖地址 便远远看见美秀的父亲九龙 长发杀手没有减速 直接朝他撞了上去 察觉对方还试图坐起身 他又开车来回碾牙了好几次 确认九龙彻底断气 杀手这才扬长而去 来到荒郊之后 他刚给上级回复完消息 死去的九龙居然从车底爬了出来 只见对方一拳砸碎车窗玻璃 硬生生折在了杀手的胳膊 一套组合拳下来 直接将他的脑袋踩扁 九龙在车里找到了目标人物资料 正在查看时 长发杀手居然又站了起来 他知道九龙的超能力是快速再生 以及强大体力 却没料到对方的再生能力 几乎到了起死回生的地步 这回算是其逢对手了 因为双方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货车车厢如同天平一般摇摆不定 不过九龙的力量明显更胜一筹 抓住杀手一个强力被摔 硬生生将货车掀翻在地 破碎的铁皮正好刺穿杀手的脖子 让他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九龙询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可杀手却反问九龙 你的孩子是不是在京元高中读书 这无疑触动了九龙的力量 只见他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一次次砸下 直到杀手的面部凹陷下去 确认对方彻底死亡 九龙点燃了目标资料 将尸体连同货车筒筒烧毁待尽 回到家后 他大致一顿补充消耗的体力 看着熟税的女儿 九龙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而此时的凤希母亲并不知道杀手已经死亡 他觉得致命的威胁迟早还会降临 叮嘱凤希不能再让手机没电了 并且放学后立刻回家 凤希从小到大都十分听话 即便是美秀约他放学后去吃宵夜 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回家的公交车上 凤希看到公交司机不再是开朗的街道 不由的感慨时间变化无常 他不知道母亲为何会被人的紧张兮兮 也不知道之前的司机街道为何没来上班 唯一没有改变的 就是越来越近的高考日了 这天晚上凤希在家自习时 突然收到美秀发来的消息 让他关上房间的灯在水 凤希连忙来到窗边发动视觉强化 果然看到美秀就在不远处 此时的他根本来不及多想 连忙取下脚上的沙袋 一个闪身便飞到美秀的身旁 美秀顿时笑脸如花 随即搬起一块大石筒 压在凤希身上 因为他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凤希心中美滋滋 刚想来句我也是 却不想美秀的注意力 被从天而降的大雪吸引 第二天上体育课时 美秀一如既往地练习跳高 可他并没注意到 积分板上有科罗斯松动了 不远处正在打球的凤希 虽然经常看向这边 可他的注意力全在美秀本人身上 班长康勋醋意大发 直接击碎了凤希的羽毛球拍 谁让你打球的时候分心了 可就在美秀再次拍向积分板时 整个篮球架居然滑落下来 凤希立即使出飞行能力 但班长的速度比他更快 犹如超人一般救下了美秀 可美秀连句谢谢都没说 就将目光投向了凤希 凤希有些愧疚地逼下头 看着脚上的沙袋懊恼不已 他们三个都没注意到 刚刚发生的一幕 全被周围同学拍下并发到网上 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热点 就连凤希母亲和美秀父亲 都刷到了这个视频 安全中心的部长更是大发雷霆 第一时间召来了京元中学的校长 想不到京元中学 居然是国家安全中心的下属机构 职责之一就是秘密培养异能者的后代 怪不得学校里的摄像头遍布 但是那些超能力却很少被人发现 当天夜里 凤希母亲来到儿子房间 发现原本绑在凤希腿上的沙袋被卸了下来 而她的本人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凤希还在为没能救下美秀儿耿耿于怀 她开始瞒着母亲偷偷练习飞行能力 从最初的跌跌撞撞 到后来逐渐掌握飞行的药力 凤希犹如小鸟一般翱翔在空中 直到看见母亲的身影 她才有些仓促的硬着陆 这次凤希没再像以前那样为为诺诺 而是将多年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 正是因为母亲的种种不允许 她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消极没自信 凤希最大的心愿 还是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能够保护自己喜欢的人 谁知凤希母亲的声音更大 难道你要变得跟你爸爸一样吗 凤希顿时傻傻地愣在原地 因为多年来母亲从未提及父亲的事情 这时候凤希想起自己经常做的一个梦 蓝天云层之上 父亲背对着太阳急速飞来 紧紧抱住了恐慌不安的凤希 凤希确信这一切并不是梦境 而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记忆 可他慢慢没想到的是 体育馆中拍摄的那段视频 居然传到了朝鲜 军方大佬当即指派下属 前往韩国处理此事 印度洋上空的一架飞机内 小男孩居然看见有道人影在窗外飞翔 对方没有借助任何设备 就这样渐渐飞到驾驶室的位置 利用强力吸盘固定身形后 他不停是以飞行员立刻降落 或者愣了好半天 将耳朵贴近玻璃 这才依稀听到飞人喊着有炸弹 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机长连忙降低飞机高度 机舱中的乘客顿时乱作一团 机身外的飞人也被甩出好几里远 朝里望去 恰好看到定时炸弹距离引爆 只剩下几十秒 纵使他有天大本事 此时已经毁天无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 化为一团绚丽的火光 会飞的男人名叫金斗志 代号文山 隶属于国家安全企划部 负责人敏部长招来情报科的李美贤 要求对方利用美色接近文山 对他的思想状况进行审查 因为不久之后 组织要交给文山一项绝密任务 美贤想要拒绝 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 文山和九龙都属于外务组的战斗人员 原本每个月只要回总部数值一次 敏部长将数值评次改为每周两次之后 美贤便能制造更多与他偶遇的机会 尤其是在他超级感官异能的价值下 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由陌生变成脸书 可这远远没有达到敏部长的要求 美贤察觉文山十分喜欢喝咖啡 这天他早早守在咖啡机前 听见文山手握硬币逐渐接近 他提前计算好时间 在取出咖啡转神的一瞬间 两人恰好脸对脸四目相对 这回是文山主动开口 询问美贤有没有零钱 后就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主动帮忙支付了咖啡的费用 两人总算开始了第一次聊天 美贤心中十分清楚 文山手里可是有大把零钱的 可他偏偏谎称没有 这显然是在寻找搭讪的借口 美贤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沦落到 依靠美色去完成任务的逼步 遥想当年他可是外务组的骨干成员 考核的各个成绩全是第一名 某次执行清理双面间谍的行动中 他乔装成歌者混进了宴会大厅 在座的诸位都是 直属于安全部的情报人员 所有人都各怀鬼胎 知道这是一场不得不来的鸿门宴 但是并不清楚具体的考验方式 唯一的执行者 就是这次行动的小队长了 他给每个人的茶水里 都掺入了足量的迷药 当大部分的情报人员倒立昏迷时 小队长直接开枪 射杀了为数不多没有中招的人 其实茶水里的迷药只是试探 提前从内部收到消息 没有喝下迷药的人 肯定就是双面间谍无意了 有人高唱国歌一表清白 可小队长根本不给他 继续唱下去的机会 一旁的副手觉得这样的判定 太过武断 结果也落了个当场与命的下场 台上的美贤美目远睁 眼睁睁看着小队长 开始清理地上假装昏迷的人 这是要斩尽杀绝的节奏 他先一个个查看太慢 催促手下赶紧过来帮忙 接着便扔出一颗催泪弹 但凡身体有钉点反应的 必将遭受致命一击 美贤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滥杀行为 手握武器却有意放水 小队长突然下令 让他再去扔一颗催泪弹 看着满地血淋淋的尸体 美贤心底的良知被触动 他没有选择催泪弹 而是高高抛出一颗闪光阴爆带 四目的光亮照到整个房间 小队长和手下瞬间失去感官能力 早有准备的美秀一厢击破门锁 悄悄是一躺在地上的情报人员赶紧逃 积极败坏的小队长户口大骂 连连护叫外员赶紧动手 可不管结果如何 美秀的操作让任务出现重大纰漏 他也因此从外务组调到情报科 成为一名门职人员 不过美秀的各方面能力都很出彩 再加上最近被敏部长委派了重要任务 顿时招来情报科长的嫉妒 其他同事全都下班了 唯独美秀必须留下来加班整理资料 这天晚上他收到电话提醒之后 转眼间便在电梯口与门山偶遇 门山主动提出要帮他拿资料 看着一旁的九龙目瞪口呆 两个人边走边聊 默契地来到咖啡机旁坐了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 门山已经习惯帮美秀搬运资料 大条的九龙实在看不下去了 认为年轻的美秀 指使前辈做事十分不礼貌 可他却不知道 美秀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解业生 入职安全部比九龙的时间还早 论资排辈的话 九龙应该喊美秀一声前辈 结果他只能乖乖闭嘴 任由美秀和门山双双离去 毫无疑问 两人再次坐在咖啡机旁 门山开门见山 直接来了句是敏部长吧 美秀顿时愣在当场 原来他早就识破了美秀 是有意接近自己的 因为对方每次携带的资料都是同一份 美秀大方承认自己的任务失败了 不过这都是敏部长下达的命令 他也只能尽量去完成 门山没有怪罪美秀的意思 他十分了解敏部长的为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美秀听完后 长输一口气 今后自己再也不用美装的这么辛苦了 其实他一点都不喜欢喝咖啡 每次加班都吃不到晚餐会很饿 谁知门山突然来了句 其实他也不喜欢喝咖啡 接着便带着美秀来到一家榨主牌店 门山十分喜欢这里的秘制酱料 美秀浅尝几口 便准确说出了酱料的配方 这就是感官超能者的恐怖之处 不过门山只当他是随口无粥并未放在心上 用完仓后 两个人十分默契地漫步在樱花树下 就当气氛越来越暧昧时 辽阳的汽车鸣笛声响起 原来是九龙不合时宜的开车出现 临分开前 门山提醒美秀 不要将任务失败的事情放在心上 因为刻意的失败不算失败 美秀思考了一晚上 并顺时提出心中疑惑 你明知道我是故意接近的 但是为何不闪躲呢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漂亮 没想到门山十分光棍地点头称是 这让美秀差点喷出了口中的咖啡 与此同时 情报科长询问门部长 为什么要去审查门山 难道是因为那次客机事件 门部长摇头否认 那次并不是组织指派的任务 而是他的个人行动 让门部长对门山真正不放心的 其实是那次间谍清楚任务 当时情报人员虽然逃出了大厅 但是战斗小组还设置了补救措施 那就是守在外面的门山 尽管小队长数次求援 可是门山却闻思不动 任由那些情报人员离去 会飞的男人有多恐怖 一个跳跃直冲云霄堪比传说中的超人 下一秒又化身外卖小哥 将美食送到心上人所在的五楼窗口 美贤万万没想到 原先只是奉命接近门山 借机审查对方的思想状况 可仅仅几天时间 他就被男人的风度与体贴彻底折服 当初门山刚刚识破美贤的意图时 他不但没有丝毫责怪 居然还担心美贤任务失败 可能会遭受处罚 见对方沉默不语 门山突然来了剧 你就跟上席汇报 任务没有失败吧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继续见到美贤 于是在接下来的报告中 美贤一直谎称进展顺利 可老狐狸哪有这么好忽悠的 下一句就直入主题 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见美贤一个劲的摇头 门部长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还没到位 劝见美贤应该大胆主动一些 最好当成正式的战斗来看待 美贤心中本能的有些抗拒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每次和门山在一起都十分自在 吃完一大份猪排饭后 美贤不禁感慨 如果加班的时候 能有炸猪排外卖就好了 可惜只点一份的话 店家不太愿意送 门山半开玩笑的表示 也许以后所有食物都有外卖服务了 看着美贤肆意的笑容 门山突然来了剧 我就喜欢你这样了 看似随意的表白 美贤并未放在心上 因为他觉得门山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门山说自己本来不会这样 一丝不苟沉默寡言 才是他的性格 结果美贤又当这是一句玩笑话 第二天一大早 美贤一如既往的去跟 门部长汇报进度 出门时看到恐慌不安的部长助理 他好心的提醒对方 门部长喜欢偏甜的咖啡 最好放三个糖彻底溶解 后者感激的差点哭了 因为门部长一直对他十分不满 美贤刚刚返回办公室 情报科长跑过来找茬 认为美贤攀上门部长后 都不把自己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了 美贤也不惯着对方 他之前是外情组的战斗人员 级别其实并不比科长低 一句话气的科长咬牙切齿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美贤今晚继续下班 夜深人静的时候 美贤突然听到玻璃敲击的声音 转头一看 居然是飘在窗外的门山 要知道这里可是五楼 美贤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对方 这是他第一次见识到门山的飞行超能力 不过更加惊喜的还在后面 门山居然帮他打包了一份猪排饭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美贤心中美滋滋的 感觉嘴中的炸猪排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 之前门山说的猪排外卖并不是玩笑话 美贤摘下眼睛 顺着门山离去的方向 开启感官强化超能力 远远看见对方坐在白米铁塔上 兴奋的像个孩子 美贤快要下班时 门山居然悄悄的从正门走了进来 察觉对方的脸上没有惊喜 他的心中有些失落 谁知美贤来了去 其实他早就听见门山靠近的脚步了 门山却是满脸的不相信 他在敌后从事潜入工作多年 怎么可能轻易让人察觉 美贤决定展示自己的超级感官异呢 是以门山用手搭在心脏部位 而他则凭借敏锐听觉 消极桌面模拟门山的心跳频率 后者逐渐变得不淡定了 因为美贤模仿的丝毫不差 可他很快又想到 刚刚和美贤的指尖碰触 心跳不由的越来越快 察觉出异常的美贤 担心门山会猝死 谁知门山来了去 即使是死也无妨 美贤被这土味情话 惊得呆立当场 门山趁热打铁 直接吻了上去 整个人不知不觉飘了起来 美贤不知道这是情绪激动 导致的超能力失控 怪不得他们的孩子 一直有着毛病 直到离开办公室 美贤还在回味刚刚的美妙时刻 谁知半夜里 就被敏部长从家里叫到办公室 老狐狸询问你们的关系 有没有变得亲密 是否打探到了门山的秘密 美贤想了想 最终摇头表示没有 谁知门部长突然宣布任务终止 以后不用接近门山了 这让美贤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他和门山刚刚确认情侣关系 难道就要这样草草结束吗 可他却不知道门部长的真正用意 原来对方早就根据间谍 清理行动的现场录像 推测出美贤是故意放走 那些情报人员的 凭他各个成绩第一的水平 怎么会连催泪弹和闪光弹都分不清 完全是廉价的同情星在作祟 而同样拥有这种特质的 就是作为第二道防护的门山了 否则他也不会一意不行 擅自做主跑去拯救一架飞机 门部长这是有意要撮合两人 毕竟人已类聚 他们肯定会迅速爱上彼此 至于这么安排的用意 老狐狸笑而不予没有解释 就在这时 部长助理送来了两杯咖啡 门部长破天荒地赞了句不错 助理出门时 恰好听到门部长和科长的对话 这个女孩也是懂得感恩的人 因为美贤之前传授的充咖啡技巧很管用 于是他迅速拨通了美贤的电话 美贤听完后冷汗直冒 超级感官易能发动 这才发现在他和文山买咖啡的机器里 居然放置了一个摄像头 想不到两人的对话 全被门部长一字不落地听在耳里 事情到了这一步 门部长也不再藏着业着了 他没责怪美贤对自己撒谎 而是提醒对方 国家正在帮你照顾生病瘫痪的父亲 原来这就是门部长掌控属下的方式 只要有亲人在手 任谁都无法做出出卖组织的事情 与此同时 正在训练的文山突然接到门部长的指令 他将前去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门山悬浮在窗外 远远看了一眼美贤后便彻底消失不见 此后的日子里 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直到这天情报科收到一份密报 北韩的大佬突然死亡 此时距离南北朝高峰会议仅剩15天 这无异于在两边关系中 埋下一颗入骨的肉刺 门部长期的差点吐血 当即召回了所有在外执行的特工 偏偏文山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情报科跑过来汇报 他在前一天晚上潜入北韩后就消失不见了 现在连人都找不到 谁都无法确认 北韩大佬的死跟文山有没有关系 搞不好整个安全部都会被牵连 但务之急就是把文山给抓回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对美贤避之不及 因为他是跟文山关系最亲密的一个 可是连美贤自己都不清楚 他在文山的心中到底占据了多少分量 谁让对方老爱开玩笑呢 直到某个倾盆大雨的夜晚 日思夜响的文山就这样直挺挺的飘在阳台外 这时候美贤才反应过来 文山跟自己开过的所有玩笑都是真的 明知道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还义无反顾的一头抓进来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真爱吗 老胡黎敏部长坐在办公室中得欲忘情 原来外情组的每个战斗人员 他都能通过家属牢牢掌控在手中 唯独文山顾家寡人一个 所以他才可以促使美贤和文山相爱 即使文山跑得再远 可他的心始终固定在了一个地方 这才是彻底掌控他的方法 以上就是超硬能族的第九集内容 另外阿琪再次更正一下 上一集中有多处地方 将美贤的名字念错成了美秀 美秀其实是九龙的女儿 拥有不死特性的硬能者 而美贤就是这两期的女主 拥有超强感官的硬能 给大家带来普遍还请谅解 咱们下期再见 男人拥有传说中的不死能力 为了兄弟浑身插满刀子 却沦落到依靠碰瓷来维持生计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超硬能族的第十十一集内容 九龙年轻时是当地有名的打授 凭借变态的恢复能力 帮所在社团抢占了无数地盘 却不要今天晚上遇到了硬查 虽然轻易干翻了所有打授 可对方的老大眼镜男仍旧气定神闲 因为他所在的社团 放在全国都能排的上号 眼镜男嚣张的出声质问 你有几个胆子敢跟我作对 九龙知道这个时候不能用抢 干脆把心一横 扑开肚子让眼镜男看看自己有几个胆 这一出吓得对方目瞪口呆 最后只能认怂 将叶总会以极低的价格转让出来 再次立功的九龙被小弟们奉入神灵 尤其是来自同村的小跟班 更是安前马后嘘寒问暖 然而几天后叶总会重新开张 九龙来到包厢 竟然看到自己的老大在跟眼镜男敬查 原来他已经被金钱利用收买 通意将整个社团并到对方旗下 九龙整张脸顿时垮了下来 之前好几位兄弟都被眼镜男的手下打伤了 老大了解九龙的火爆脾气 直接将人推出包间 并拉着九龙来到路边摊喝酒 希望他能跟眼镜男兵士前嫌 毕竟对方的实力很强 跟着他或能赚到大把金钱 九龙立马不乐意了 他之所以加入社团 就是为了保护兄弟们不受伤害 老大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 出来混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九龙总算认清了老大的嘴脸 于是离开社团选择独自生活 但他除了能打 又没有别的本事 穷困潦倒到连房租都付不起 只能半夜躺在马路边碰瓷 每次车主打算报警 他便立马制止对方 只要支付30万韩元和解费 自己的死活就和对方没关系 但是这种违背良心的事 九龙也不愿意多做 这次房东又来催脚房租了 他只好拉下脸面 来到夜总会找到关系最好的小跟班 可对方再也没了从前的热情 甚至表示自己很忙 连和九龙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感受到人情冷冷的九龙没在多言 转身再次回到出租屋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争吵声 原来是一位送咖啡外卖的女子 跟客户吵了起来 凭借犀利的言辞 将骚扰自己的人对得哑口无言 九龙忽然觉得这个女孩挺有意思 好小不巧的是 第二天经过走廊时 九龙竟然再次遇到咖啡女孩 对方就跟昨天一样伶牙俐齿 虽然言辞有些刻薄 可沉默寡言的九龙 却觉得格外亲切 当天夜里 老大又将九龙叫到夜总会 因为眼镜男十分欣赏九龙的才华 想邀请他替自己卖命 可九龙还惦记着兄弟 被眼镜男打伤的事情 即使赔付了医药费 他也不愿替曾经的对头卖命 老大觉得自己被捕了面子 大骂九龙不识抬去 或者也不愿多做解释 最终心灰意冷的转身离开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口袋见底的九龙干起了老本好 却不想这回遇到了更不要脸的 居然连车都没停就直接逃走了 九龙起身正要追赶 咖啡女孩恰好骑车经过 得知九龙的遭遇后 他十分意气地帮忙一起追赶 虽然最终没有抓住逃逸者 但是两人也因此熟络起来 九龙为了能再次见到咖啡女孩 生平第一次点了一份咖啡外卖 可惜前来送餐的却是另一个女孩 为了让对方赶紧离开 他一口喝光滚烫的咖啡 如此往复直到第四次外卖 九龙才见到心意的咖啡女孩 面对几十把砍刀都不动声色的他 居然难得地露出紧张神色 时间一分一秒在聊天中度过 见咖啡女孩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九龙连忙掏钱表示 要购买增值服务 不需要对方做其他事情 只要留下来聊聊天就行 咖啡女第一次遇到如此奇葩的个人 直接当场拒绝 提醒她想要聊天可以前往咖啡店 九龙就这样在期待和紧张中度过一夜 第二天傍晚 她正准备去咖啡店见新上人 却被小跟班约到码头边的饭店 在场的还有曾经的老大 原来小跟班想要化解两人的矛盾 他们心中的怨念虽然不小 可抵不住小跟班的热情 半推半就吃下不少食物 结果两人齐齐晕倒在餐桌旁 想不到饭菜中早被人下了迷药 当九龙醒来时 发现自己和老大都被绑在了汽车里 眼镜男带着一帮小弟在旁扶式单单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九龙又学习了 请求眼镜男放过自己的老大 谁知对方根本没将这位放在眼里 之前的冲突其实都是老大挑衅在先 被打进医院的兄弟 也是他主动派来的 为的就是激起九龙的怒意 知道真相的九龙沉默地低下了头 可这还不算完 眼镜男告诉他 那位小跟班已经说出了九龙的秘密 虽然他刀枪不入恢复能力极强 但是落入海里无法呼吸一样灰死 随后他便命令小弟 将九龙和老大连车带人一起推进了海里 可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九龙不仅拥有不死之身 身体力量也是大的惊人 平常只是不主动出手而已 沉到海底的九龙一把扯开手铐 也没再理会曾经的老大 独自一人朝海面游去 中途还遇到了他最爱吃的翻车鱼 好不容易游到岸边的九龙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眼镜男报仇 直接一拳打得对方面目拳飞 当然那位墙头草小跟班也不能放过 他用手铐撕开对方嘴巴 却没能狠下心取走他的性命 没过多久 九龙的应用事迹便传到超能力组织的敏部长耳中 正在张罗人才的他 下令所有混混清朝而出 务必找到九龙这个人 而小跟班凭借对他的了解 很幸运的被敏部长提拔成社团的新老大 并承诺只要找到九龙 这个骗局的势力将会得到官方的庇护 可让小跟班郁闷的是 九龙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发动了所有手下都没能找到他的身影 却不知此时的九龙 已经完全沉浸在爱情的海洋 成天窝在小公寓中点着咖啡外卖 享受着钞票带来的短暂闻心 这天他买完东西回到公寓 发现咖啡女的电动车停在楼下 他以为对方主动来找自己了 却不想隔壁房间传来咖啡女的尖叫声 原来是四个小混混都要喝咖啡 却只啃出一份咖啡的钱 生性刚烈的咖啡女自然不啃 可他哪里是四个男人的对手 眼看就要吃大亏时 隔壁忽然传来九龙的怒吼声 只见他用身体撞穿墙壁 在几人目瞪口袋中呼啸而来 小混混连忙扯出大旗 自己可是某个大型社团的成员 可九龙哪里会管这些 直接挥拳打得他们不能自理 将咖啡女送去医院疗伤后 他再次返回公寓 准备迎接那个社团的报复 天色刚刚暗下来 一大拳混混便冲进公寓 还没等带头大哥自爆家门 九龙便一拳打掉对方的几颗牙齿 手下们一拥二上 手中武器对着九龙一顿猛砍 可九龙如同没事人一样 有条部门的出拳反击 最后更是招招带火 打得对方毫无反手之力 这种无需防御一星进攻的狠人 任谁见了都得推避三分 当九龙灭掉这群乌合之重后 又有一帮人赶了过来 正是死去眼镜男的得力手下 他们知道九龙的变态能力 准备一拥而上 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九龙也不废话 直接冲向密集的人群 正在楼下车里等待消息的小跟班 看到有人从阳台坠下 立刻召唤手下们上去支援 却不想刚才落下来的 正是九龙本人 他扔出球棒砸向跟班 差点把对方吓鸟 见到周边还有不少帮手 九龙理智地选择了逃跑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行动其实是明部长的安排 从小混混口中得知九龙的下落后 他便安排警方封锁了周边区域 并用天游战术测试九龙的能力 只有将人遇到绝境 才能知晓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即便九龙是打不死的小强 但也在一波又一波的尾追骨绝中 筋疲力尽 从医院返回店里的咖啡女 无意中听说了这场冲突 于是连忙骑着电动车 绕着小路突破了警方的封锁 并在关键时刻就下了九龙 可两人还没逃多远 就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飞 九龙用身体呼住咖啡女 可惜对方还是晕了过去 眼看汽车再次冲来 九龙瞬间化作炮弹弹射而出 汽车最终失控带着九龙坠下山痒 后者虽然没死 但也虚弱到无法动弹 这时候小跟班拿着捕金枪嚣张出场 他要为裂开的嘴巴报仇 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时 却被天空中的飞人一枪抱头 九龙惊叹得瞪大眼睛 可很快就因为失血过度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便被敏部长忽悠进了超能力组织 他这次杀了不少人 只有为祖国效力 才能掩盖他的个人过错 而和九龙搭档的 正是拥有飞行超能力的文山 重获自由的九龙再次找到咖啡女 这回两人终于敞开心扉走在了一起 飞行异能配合不死超能力 会产生怎样的炸裂效果 两个人以锁扣相连 仅仅一瞬间便来到敌方上空 伴随着一声惊呼 不死异能者被活生生的空投下去 地上的劫匪一脸懵圈 就在这时 飞行异能者文山开始飘移点射 九龙适时地站起身 对敌方展开近距离搏杀 一个充当肉盾吸引火力 一个高速位移进行远攻 在俩人的高效配合下 这个国际犯罪组织很快便惨遭团灭 而他们也成功救下了目标人质 可就在这时 一名大光头突然站起身 九龙立马会议 用身体替人之挡住了致命一击 这是两人在无数战斗中形成的默契 每次完事后 九龙都需要清理身体中的子弹 文山担心他会留疤 特意拿出示弱珍宝的匕首 这是他父亲临死前留下来的 不过后来的日子就没这么轻松随意了 知数上级敏部长 开始频繁召唤两人回总部数值 文山也在这段日子里 遇见了一生的挚爱美贤 直到后来他前往朝鲜执行任务途中消失 再次出现时便被示威偷号罪犯 可仅凭这些战力 哪里困得住飞行异能者 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的配枪被美贤偷走 甚至还用他对准自己时 心灰意冷的文山放弃了抵抗 任由武装人员将自己带走 美贤看着文山扔下的匕首 心中的痛楚难以言语 但是敏部长控制了他的父亲作为要挟 让他不得不遵从组织的意志 文山就这样被人带回了总部 搭档九龙想要跟着 却被敏部长的手下阻拦 文山突然开口 让九龙去喝杯咖啡 就像平常一样 九龙疑惑不解 他平常最讨厌喝咖啡了 文山的话肯定别有深意 当他来到咖啡机前 苦思冥想时 美贤忽然缓缓走了过来 手中还紧紧这儿的一样东西 而此时的文山已经被押送到敏部长身前 后者质问他 为什么会在刺杀任务的途中失联 可文山早就看清楚了敏部长的意图 不管任务是否成功 自己都会背上刺杀朝鲜大佬的罪名 敏部长强颜欢笑 访问他遭受背叛的滋味如何 文山的面容逐渐扭曲 表示自己会一直活下去 并要亲手解决背叛自己的美贤 说完后就利用飞行速度干掉几名守卫 并将敏部长劫持到了床外 所有人聚在院子里抬头望天 当然其中也包括美贤 他知道文山是为了自己回来的 如果直接消失 根本没人可以找到他 随着文山在空中大喊一声美贤 并举枪对准了这个背叛自己的女人 伴随着沉闷的枪声响起 美贤身前血花四剑 不过他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九龙用手臂挡住了必死的一枪 美贤看着文山费力的背影 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撇清跟自己的关系 当文山得知自己消失后 导致美贤被组织24小时监视时 他便开始布局导演了一场两人反目的戏码 当美贤在咖啡机前 从口袋中拿出文山最为真实的匕首 在想到他说的那句话 九龙瞬间明白一切 并且配合两人完成了这出好戏 他的心中也是失落无比 知道这次作战 也许就是自己跟文山的最后一次配合了 第二天一大早 文山将敏部长挂在青马台附近的树上 便不知所踪 敏部长瞒着高层打算刺杀朝鲜大佬 让两边关系恶化的意图也被曝光 这个狠人因此遭到降职的处分 超应能组织也随之解散 美贤的父亲在不久后便撒手人寰 如今的他彻底成了自由身 只是抬头望天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 他期盼那个男人 有朝一日会踏着七彩祥云回来见自己 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 这是文山刚刚认识他时便许下的承诺 这个男人果然不喜欢开玩笑 为了掩人耳目 两个人特意跑去人际罕至的乡村影居 一年之后 继承了两人超能力的凤隙出生 文山特意在卧室不止一张大网防止儿子飞走 可这哪能挡得住他天生爱自由的心 这点小凤隙追逐一只蝴蝶 很快就不知去向 文山听到妻子的呼喊 立刻开启飞行模式四处寻找 最后在云层之上 找到了不知所措的儿子 这一幕正是成年后的缝隙 经常在梦里遇见的场景 不过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平静生活即将结束 敏部长再次走进了曾经的安全部 只不过此时已经换了一个身份 成为国家最新成立的情报部负责人 他决定重新招揽人手 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 这天一个男人来到文山家采购苹果 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敏部长的手下 当天晚上就有大批人马围住了文山家 虽然美贤利用超能力提前知晓 但想要逃走已经来不及 文山不想儿子重蹈自己的负责 让妻子无比隐藏好他的超能力 说完后就直接走出了房门 这次敏部长为了对付文山 可谓是惊论其出 忙忙多的士兵当中 居然还有三位超能力者 文山精进全力欲削奋战 虽然最终不敌被对手擒住 但也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等候多时的美贤带着儿子趁乱逃走 从此以后 他便再也没有见过老公 开始带着儿子四处漂泊 可即便这样 他的一举一动 也许下一次的夫妻再会 又将带来一场腥风血雨 而文山的搭档九龙也没好到哪里去 安全部解散后 他被调到其他部门成为办公室文员 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九龙痛苦无比 但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他也只能咬牙坚持 这天敏部长亲自讨来办公室 想要邀请九龙加入自己新成立的情报部门 可九龙一直看不惯对方的秉性 所以并未当场表态 回到家里后他看到新闻报道 一艘朝鲜潜水艇搁浅在境内的海滩 有一群精锐的武装分子逃进了深山 其中似乎还有超能力者 令韩国的军方死伤惨重 九龙考虑了好几天 最终还是决定为国处理 他很快就被派遣到深山搜寻那批朝鲜的武装人员 虽然士兵们对这个奇怪的家伙颇有威思 但是队长却对九龙照顾有加 甚至还将自己的军学送给了他 这让九龙再次体会到了战友情谊 当天夜里搜寻小队又迎来一位神秘的援兵 正是敏部长的手下老赵 对方虽然没有什么超能力 但是十分擅长追踪搜寻 之前隐居在乡村的闻山夫妇就是被他发现的 凭借老赵的追踪技巧 大部队很快发现了敌方的踪迹 不过对方占据了山顶的有力敌刑 不停对着韩方士兵疯狂输出 看着身边队友一个个倒下 九龙大吼一声 顶着密集子弹冲向山顶 很快就帮大家打开一条窝口 不过他也中了不少枪 正躲在石头后面等待复原 这时候一哥手泪飞进人群 九龙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队友们惊得目瞪口呆 可当他刚刚站起身 又被一枪拘中头部 队长准备反击 却被敌方狙击手一枪干掉 九龙的眼中充满怒火 正要再次冲上去 却不想山顶上滚下来无数巨石 普通士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顿时间叫连连死伤惨重 九龙看清这些巨石 似乎是被敌方的异能者推下来的 于是他连续几个跳跃 躲过滚滚而来的巨石 总算抵达山顶撞见了那名异能者 却不想对方不仅拥有一身怪力 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猝不及防之下 九龙直接被他踢到了山脚 看着对方扬长而去 男人的心中万分不甘 因为跟他一起外出的士兵全军覆没 可老赵却是满脸的兴奋 因为证实了朝鲜超能者的存在 敏部长的情报组织将会再次得到重用 回到总部后 敏部长果然已经召回了不少超能者 其中就有被长发杀手干掉的几个短命鬼 那位力量特长者嚣张跋扈惯了 一上来就握断了九龙的手掌 可后者经历了这么多 早就没了争勇斗狠的心思 随着九龙外出任务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待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 每天不管是进门还是出门 他都能看到妻子温柔的眼神 直到这天 成天提心吊胆的妻子 终于说出自己的心愿 他想有个孩子 九龙发扬实战精神 直接抱起妻子走进卧室 结果第二天孩子就出生了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超能力 随着美秀一天天长大 九龙也越来越受到敏部长的重用 可这一次他在国外完成任务归来时 很快便接到了妻子遭遇车祸的噩耗 所幸女儿因为恢复超能力保住了性命 可九龙却连妻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被狙击枪射中脑袋都没喊疼的男人 这一次哭得像个孩子 他默默来到妻子一向前 留着泪发誓 一定会将美秀好好抚养长大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超异能组的十四十五集内容 这两集会将前后二十年的故事献串接起来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不死异能者九龙丧气之后 为了留在家里照顾女儿 他只能找到上级名部长 申请由外情组调到内务组 后者答应得很爽快 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有特殊战斗时 必须随教随道 九龙从此便开启了职业奶爸的生活 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盛在平静温馨 谁知没过几个月 九龙便接到了敏部长的电话 逝去出现了力量型异能者 需要九龙立刻前往支援 当他赶到现场时 敏部长让负责人详细介绍 这位异能者的身份信息 对方的名字叫做采满 空有一身怪力 但是治理低下 好在他的妻子十分精明 时刻保护丈夫不受欺负 两个人还养育了一个儿子 正是长大后拥有距离异能的康勋 采满虽然傻 但是非常爱护家人 曾经还因为保护妻子 失控打人蹲了几年监狱 最近他们家店铺所在的街道 被官方化为改造区域 商贩们担心丢掉饭碗 于是聚集起来抗议 妻子十分反感 采满参加这样的活动 连忙将他打发到学校 去接儿子回家 面对气势汹汹的商贩平民 特警队虽然保持了克制 但是背地里却找来无数混混 冲入人群中见人就打 紧紧几个照面 就将聚集的商贩冲散 不仅如此 那些混混还闯入商贩中连杂带拿 铁了心要将商贩赶出这片街道 将儿子接回来的采满 迟迟没有等到妻子 心中渐渐生起不好的预感 他笨择地安抚好儿子 答应会在十点前回来 接着便快速朝外跑去 当才满赶到商贩街道时 便看到妻子被人抓上了警车 他的脑袋一热 直挺挺地跳入人群 此时的他只想救出自己的爱人 面对拥有距离的怪物 特警不敢上前 连忙开启车上的高压水枪 妻子哭喊着劝他不要冲动 家里还有孩子需要人照顾 被水枪撑倒在地的采满恢复了理智 几个跳跃便消失不见 敏部长得知这个消息后 命令特警封锁整片区域 最近他正好在招募人手 于是特地换来九龙 叮嘱对方务必活着采满 现场负责人说 采满已经被逼到下水道 其他出口已经被完全封死 九龙没有多言 推着脸走进了下水道 环顾一圈后 很快发现正在寻找出口的采满 后者傻愣愣跳了下来 得知对方是来抓自己的 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直接一拳便将九龙打飞 此时的采满只有一个念头 绝对不能被人抓走 他还得回家照顾儿子 连续报警之下 也就是九龙拥有超强的恢复力 换作任何人都够死伤好几回了 九龙虽然凄惨无比 实则对他动了侧影之心 打斗时留有几分欲力 抓住空挡直接用手铐靠住对方 随后一个转身 硬生生将他勒晕过去 此时外面已经下起瓢颇大雨 街道上逐渐开始产生积水 一位商贩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不见了 在外面找了一圈 只看到下水道中漂浮的鞋子 母亲不由地嚎啕大哭起来 想必他的孩子被冲进了下水道中 特警略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召回封锁采满的手下 眼前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失踪的孩子 而下水道中的九龙 正拖着昏迷的采满准备回去复命 却无意中听到小孩的哭喊声 走过去一看 正是之前掉入下水道的失踪南海 眼看对方即将被雨水淹没 九龙一拳砸向身前的墙壁 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也加入进来 正是刚刚苏醒的采满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 十分默契地武动拳头 他们就这样一拳又一拳地砸向墙面 而地面上的敏部长正在打大泪停 泽马特警队不去好好抓人 怎么违抗命令跑去找人了 没过多久 九龙抱着失踪的孩子走了出来 而目标人物采满却不见踪迹 他跟敏部长解释说 采满要回家照顾儿子 所以特意放了对方 敏部长有些哭笑不得 大骂九龙简直比采满还要傻 他怎么可能跑回去等着被抓 可结果让他大跌眼睛 采满居然真的就在家里拿也没去 敏部长瞬间对他失去兴趣 这么傻的人根本无法执行任务 可他还没走出过道 一声巨响传来 几名特警被人打飞 想不到出手的居然是采满的儿子康勋 敏部长不由的惊呼一声 难道异能也会遗传吗 看向九龙的眼神十分玩味 这让后者生出不祥的预改 当天夜里 九龙便轻装上阵 带着熟睡的女儿消失不见 敏部长得知九龙人间蒸发 很快推断出 他的女儿也遗传了超能力 毕竟没有哪位父亲 会让自己的孩子像条狗一样被人使唤 擅长打看追踪的老赵 递上来一份企划书 他觉得那些拥有异能的孩子 应该尽早培养 最好建立专门的学校 对他们进行发掘和培训 毕竟现有的异能者都有老去的一天 敏部长觉得有道理 只是那些孩子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老赵拍着胸脯保证 已知的就有财满和九龙的孩子 而闻山的儿子也极有可能继承了异能 敏部长满意的点点头 于是就这样 这所国办的京元中学应运而生 校长正是敏部长的得力不下老赵 在他的有幸运作之下 已知的几名异能者后代 全都聚集来到这里读书 随着高考结束的当天 一则救人的视频 便将这所学校推到了风口亮间 连朝鲜高官都特地派人前来调查此事 美秀的父亲九龙 以及凤夕的母亲美贤 纷纷意识到这所学校不简单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同时聚集好几位异能者后代 嗅到几分阴谋气息的两人 不约而同的决定 去京元中学打他一番 而此时的美秀并不知道危机已经降临 他将班长康勋叫到便利店 特意请对方吃了碗泡面作为答谢 美秀顺势问出心中疑惑 你也拥有超能力吗 康勋顿时疑冷 接着便点头承认 而且还自爆出一个很少脾气的性命 原来康勋进入京元中学前 校长便给他规划好了前程 那就是毕业后前往情报部替国家效力 康勋原本想要拒绝 可校长直接搬出康勋父亲 对方先后两次袭击国家公务人员 本该被判十年监禁 只有康勋将功赎罪 他的父亲才能免去刑罚 和康勋治完面后 美秀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因为训练是封闭维修 班主任推荐他前往远郊的体育馆训练 后者也没多想 回到教室便看到傻愣愣的凤希 察觉对方没有携带负重的沙带 不由地开口询问 凤希解释说 自己正在练习飞行超能力 他想在必要的时候能奋力奔跑 聪慧的美秀瞬间明白 对方还在因为没能帮助自己而自责 凤希接着补充 现在他不要沙带也能行走自如了 美秀调皮一笑 双手拍在凤希的脸上 结果后者因为情绪激动再次飞了起来 这是被美秀完全拿捏的节奏 他说要去体育馆训练 凤希想都没想便跟了上去 他还拿出准备多时的暖宝宝 一副标准舔狗的模样 可两人走出校门都没察觉出 一道身影居然悄悄跟在了后面 万分巧合的是 他们乘坐的公交车 正是电力异能者接到开的 而对方也看清了 跟在两人身后的陌生男子 头上的一道伤疤显得猙獰无比 更加奇怪的是 对方连交通卡和现金都没有 接到帮忙开通手机支付时 才反应过来 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来自朝鲜 只见他连钱都没付 便一声不吭地坐在凤希的身后 接到心中立刻伸出几分警惕 而凤希的母亲美贤 此时已经来到了京元中学 她以学生家长的名义 顺利走进了学校内 找到凤希的班主任后 美贤直接了当地询问 视频里的那个男孩是医能者吗 班主任愣了 随即解释对方只是运动神经比较发达 美贤没在追问 表示自己只是担心孩子的成绩受到影响 班主任连忙些话 以凤希的能力考上大学没问题 美贤眼前一亮 她可没说自己就是凤希的母亲 果然不会是搞情报出生的 这么快就套出班主任有问题 普通老师怎么可能会认出 素未谋面的学生家长 而另一边的九龙则简单粗暴许多 她直接越过学校围墙 悄悄来到发生意外的训练室 她想从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些答案 也许是多年任务产生的直觉 九龙断定摄像头后方 肯定有人注视着自己 另一边的美贤同时也注意到 一个隐藏的摄像头正在盯着自己 而在学校的围墙外 几名陌生男子坐在车里商量 该如何拿到学校里的异能者档案 并顺势将其一起铲除 而此时的凤希和美秀眼看就要刀斩 那个刀疤脸居然也跟了上来 接到立刻意识到 她要对两人不利 于是连忙将车速提到极致 她想制造混乱让刀疤脸投诉机器 谁知对方居然双脚离地飘了起来 想不到她也是一名异能者 任她如何击打方向 对方都是稳如老狗 不过车内此时淫乱成一团 接到的目的已经达成 脚下刹车浓踩 让大巴车气停在了警局门口 看到匆匆跑来的警察 接到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不过会飞的刀疤男也不见了踪迹 下车后的凤希和美秀 担心给父母添麻烦 于是趁着警方问寻其他人时 悄悄从后面溜走了 两人顶着大雪步行来到体育馆 却没发现刀疤脸紧紧跟在身后 这里的训练设施 要比学校的好上许多 美秀兴致高昂立刻开始热身 凤希傻愣愣地站在一旁 看着心中女神汗如雨下 她贴心地跑去外面买水 可就在这时 刀疤脸直接降在美秀身后 目测好楼下的高度 忽然暴起将她给扔了下去 好在美秀拥有恢复意门 大骂医生便站起来换击 可她的花拳绣腿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刀疤脸自质稳操胜券 居然将美秀带上了十几米的高空 这边买完水的凤希回到训练室 发现大门竟然被反锁 超级感官异能发动 听到美秀发出的惨叫声 她慌乱地跑到广场外 既然大门无法进去 那就只能破窗而入了 摘掉脚伤的腹众 她想起母亲的教导 要想随心所欲的飞行 最重要的是控制好降落 随即两脚发力飞行异能发动 当她撞碎玻璃的一瞬间 恰好看到从天而降的美秀 凤希大喊一声 借助惊慌是错的心上人 通过急速上升来调整平衡 这回总算稳稳的安全着地 看来这些天的苦恋没有白费 可惜两人没有时间庆祝 因为身旁还站着刀疤脸虎视眈眈 而此时的美贤并不清楚儿子的险境 她正在逼问班主任的真实身份 后者无奈之下只能交代事情 二十多年前 崔日焕主动找到情报局的敏部长 表示想要加入异能者组织为国效力 虽然她是剑道国手 也有参军经历 可惜没有任何异能 敏部长起初并不想聘用她 不过崔日焕的思想觉悟非常高 几年前她跟朝鲜特工队战时 多亏了异能者的保护 她才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崔日焕便打定主意加入异能者 助他们一臂之力 敏部长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 并将崔日焕安排到京元中学 专门收集培养潜在的异能者 她的工作起初进行的并不顺利 接触的第一个异能者后代 就是电系专长的街道了 可惜对方连最基本的体能训练都无法达标 校长老赵心中焦急 特意安排了几位校巴过去找麻烦 想要制造绝境逼出街道的潜能 结果她被打得满嘴喷血 也丝毫生不起反抗的念头 崔日焕不得不放弃对她的培养 到后来她还遇到了几名异能者后代 不是能力太弱 就是脑子有问题 连续多年拿不出成绩 连敏部长都快忘记这好边缘人物了 崔日焕每天除了教导普通学生 那就是维护异能者后代的档案了 校长老赵恨铁不成钢 特意招来一位副教导 有意取代崔日焕的位置 这让后者产生了几分危机感 尤其是今年相继 有几名超级异能者后代加入学校 崔日焕这才有了一些动力 开始安地里对他们进行训练 他刚刚跟美贤讲述完自己的经历 忽然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 居然久容找到这里来了 多年不见的同事再次相遇 两个人却装作互不相识 美秀悄悄将手机放在桌子底下 临出门时提醒九龙小心有监控 他一边用另一部手机 偷听九龙和崔日焕的谈话 一边寻找监控室所在的位置 而崔日焕见到九龙后 立刻回忆起当初追击朝方特种兵的场景 正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三番五次用血肉之躯 替自己和战友们挡住了致命袭击 崔日焕对九龙没有任何隐瞒 再次讲述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躲在监控室中的副教导 此时也在偷听两人的讲话 忽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副教导吓了一大跳 看见只是保洁大婶 他匆匆藏好监控屏幕 随即跑过去打开房门 谁知对方刚刚进来 直接抄起匕首插进了他的脖子 想不到保洁大婶居然是潜伏在学校里的间谍 接手监控视频后 他点进了学校里的所有人数 接着便拿起电话汇报情况 外面等候多时的四位同伴收到消息后立刻下车 校门上的粗壮锁链 居然被领头男子一把扯断 想必这些人全都不是擅长 好在他们并不知道 学校里有位超级感官异能者 将刚刚的通话听得一清二楚 当美贤找到校长办公室推开大门时 只看到一位保洁大婶在打扫卫生 超级感官异能发动 很快便发现藏在柜子里的副教导尸体 美贤面不改色 出声询问你来自哪里 并顺手关掉了办公室的灯光 保洁回了聚来自朝鲜 就超级匕首杀了过来 美贤在这昏暗狭小的环境中占尽优势 可他此时却无心恋战 因为走廊中再次传来脚步声 随手抓起花瓶将保洁大婶砸翻 美贤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而走进办公室的男人 正是大婶刚刚呼叫的员兵 对方一上来就询问任务进度如何了 想不到这群人全都来自朝鲜官方 保洁大婶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间谍 那则就人视频曝光后 情报部门很快确认了这所学校 就是秘密培养异能者的官方机构 朝方大佬当即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拿到异能者档案 并将所有相关任务除掉 躲在暗处偷听到一切的美贤目光灼热 他可不是坐以待避的擅长 保洁大婶不停接换监控 可始终没有发现美贤的踪迹 反而在办公室里看到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通关当即决定要去除掉对方 而保洁大婶还在死死盯着监控 却发现屏幕中的画面逐个消失 原来是美贤正在一路破坏监控 直到走进学校的配电房 只见他一把关掉电杂开关 整个学校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美贤这是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主场 而这次行动的朝方负责人 此时已经来到崔日焕的办公室 他一上来就开口询问档案在哪里 完全无视了坐在一旁的酒楼 崔日焕借口说去取资料 却从抽屉中拿出弹簧铁棍 他好歹也是一能组成员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屈服 却不想犹如打中铁板 一旁的酒楼直接上前 连续几记重拳将大高个打扮在顶 而另一边的宝洁大婶沿着痕迹 总算找到了配电房里的美贤 可在打开电源的一瞬间 等候多时的美贤直接开枪将几击杀 原来先前留下的痕迹 都是他故意迈出的破绽 为的就是让宝洁大婶前来送死 而办公室里的酒楼 则招呼崔日焕去支援其他同学 这里交给他来应付就好了 一直坐在沙发上的领头人神态自若 显然没将酒楼放在眼里 酒楼心中暗息 巴默的对方多多疑问 他先解决掉这个傻大的再说 谁知后者不但抗击打努力超强 连力量也是大的情人 居然瞬间就将酒楼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另一边正在办公室找寻资料的小霸 一出门便遇到来自朝鲜的异能者 起初他的气眼十分嚣张 可很快就被教育的怀疑人声 跑出办公室的崔日焕听到惨叫声 连忙飞奔过来之远 可他只是普通的剑道伯手 怎么可能是异能者的对手 更让人绝望的是 异能者居然掏出一把手枪 瞬间打费了崔日焕的武器 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 这位老师终于崩溃 失去了反抗的念头 而刚刚结束自己的班长康勋 也迎面撞见了一位异能杀手 原来这些人早就分配好了任务目标 每天站在店门口 等待儿子回家的父亲才满 今天却迟迟没有看到人 心中的焦急可想而至 母亲跑回店里给康勋打电话 这边刚刚接通 朝鲜杀手连续几个条约 直接将康勋踢飞出去 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出不对劲 连忙将这消息告诉老公 采买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当即转身朝着学校方向跑去 评浴馆中同样是异能者二代的凤夕和美秀 也被来自朝鲜的异能者打得姐姐败对 他们的作战经验实在太少 而办公室里的九龙 此时已经被打的人是不行 领头者双目喷火 质问九龙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吗 都是你们这群异能者给爱的 尤其是那位叫做文山的家伙 却不想这两句话 也传到了美贤耳中 他先拨通了儿子凤隙的电话 可对方此时也在挨打当中 哪里还能接听电话 美贤意识到儿子出事了 又听到那些人提及自己的丈夫 表面上瓶颈如水 心中早已怒火焚天 看样子他是要大开杀戒了 他先是找到逼迫班主任的朝方异能者 直接一枪打掉对方耳朵 双方都是枪术专精的高手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不过美贤多了一项异能 那就是超级感官强化 他通过水龙头的反光锁定对方位置 开出绝妙的一枪后 趁机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朝方异能者左过右盼 突然身后急速飞来一颗子弹 他就这样被吊在窗外的美贤射杀 班主任真诚的道了一声谢 随后便叮嘱笑话赶紧躲好 他还得去保护其他学生 另一边的大高个江九龙锤的不省人事后 便跟着队长四处寻找异能者档案 可刚刚转过楼梯口 两人就被举枪的美贤堵住去路 队长生起不好的预感 开口询问我的队员呢 美贤算了算 说他已经杀掉两个了 队长目光收缩 随后便听到美贤开口询问 你们把文山怎么了 队长的思绪瞬间回到1994年 安全部最精锐的黑色耀元文山 接到敏部长安排的秘密计划 那就是前往朝风刺杀高高在上的那位 首位森严的安保系统 在文山的飞行医能面前 简直就是形同虚设 没过几分钟 明里暗里的首位全部都被干掉 不过在最后时刻 还是有人暗响了系统警报 一时间忙忙多的警卫冲入警工 可文山却是从容淡定 凭借鬼于莫测的走位 以及弹无虚发的精湛枪反 那些警卫连人都没看清 便齐齐摊倒在地 轻松解决所有首位 文山推开警工大门 只看见警卫队长 直挺挺地守在过道上 可他哪里是医能者的对手 瞬间就被文山射倒在地 队长强撑一口气 祈求文山不要进去 后者没有理会 用力推开最后一道大门 警卫队长仍然不死心 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 文山似有所感 转身开枪射掉了他的一根手指 接下来就该轮到此行的任务目标了 可文山看清对方 只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 他没有扣动扳机 便默默转身离开 这件事在朝方引起轩然大波 军方大佬痛并思痛 决定不惜代价培养自己的异能者 而计划负责人 正是获得特赦的警卫队长 经过一年的残酷训练 整整一百名精锐战士 最后只剩下十个人存活 可惜仍然没人觉醒异能 警卫队长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 逼迫这些人直接跳下身不见底的悬崖 他认为只有直面死亡 才能激发身体中的潜能 见对方不肯执行命令 士兵们开始举枪射击 被逼无奈之下 这些人哭喊着置入无底深渊 事实证明 这样做虽然残酷了些 但是效果确实不错 一位战士觉醒了飞行异能 正是日后的刀疤脸 他虽然十分憎恨警卫队长的训练方式 可是为了家人的幸福生活 他不得不忍气吞声 继续替军方卖力 另外还有几位战士 也依靠特殊能力 在跳崖训练中活了下来 而这边的文山 因为没有完成敏部长的任务 只能选择和美贤过起了影之生活 直到几年后再次被敏部长抓住 对方又要安排他去刺杀朝方的新任大佬 文山原本想要拒绝 可敏部长出言威胁 他能找到文山家人一次 就能找到第二次 为了美贤和奉起以后的平静生活 文山最终接下了任务 可这次他算是彻底栽了 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 朝方已经培养出四位朝能者 而领头者正是当初被射断手指的警卫队长 他对文山可谓是恨之入骨 正因为对方不听劝走进了房间内 队长的上司和所有部下都被处死 他因为抵抗到最后才勉强获得特赦 哪怕这件事过去许多年 队长的恨意没有削减半分 质问美贤跟文山是什么关系 见对方沉默不语 他将手悄悄伸进口袋 美贤观察入围 先一步举枪射击 虽然射中了大格子的魂魄 但自己的狡猾也不幸中待 他只能选择先行撤退 那名队长到现在还没出手 不知道隐藏着什么异能 美贤躲进卫生间 草草处理完伤口后 他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尚在昏迷中的九龙 凹陷下去的脸庞逐渐平复 他听到不远处手机震动的声音 拿起来接听后 美贤的声音传来 听到孩子两个字 九龙仿佛全身充满力量 迈着坚毅的步伐朝外走去 显然他们已经猜到 自己的孩子正处在莫大危机中 面对超强的飞行异能者 美秀和凤希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眼看圣券在握 刀疤脸不及不许地询问凤希 你是不是文山的儿子 因为两人都是飞行异能者 后者眼神一致 这是他第一次从外人口中 听说父亲的名字 却不要刀疤脸来了一句 文山就是被自己抓住的 凤希的怒意直瞬间拉满 如同点燃的炮弹母的冲向对方 虽然他每次都被打得很惨 但也逐渐掌握了飞行技巧 这次他发动视觉强化 看看躲过一击重拳 四肢用力紧紧缠住 刀疤脸的身体 美秀听到呼叫声从昏迷中醒来 看清眼前的形势后 他立刻明白凤希的用意 脑海中会想起班主任教导的发力技巧 随手捡起一个最重的圆球 当凤希带着刀疤脸靠近的一瞬间 美秀全力使出致命遇迹 看着倒立不起的刀疤脸 两个人面面相去 他们居然击败了一位超强异能者 凤希飞快跑过去询问美秀的伤势 谁知不小心说漏嘴 美秀瞬间捕捉到重点 下一刻他便给出回应 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隐匿的气氛 原来是队长打电话 让刀疤脸来学校支援 因为文山的妻子出现了 凤希听清电话内容正要上前时 刀疤脸忽然举起了手枪 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美秀用身体附在凤希的前方 两人齐齐倒在地上身死不知 而同为超二代的班长康勋 此时也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他虽然很早就觉醒了距离一门 但是面对另一名资深艺能者 他被揍得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可即便这样 康勋也没放弃抵抗 他的手腕在一次对弓中彻底扭曲 朝方异能者出人嘲讽 你为什么不好好躲起来 康勋没有理会 而是倔强地抬起拳头 好在他的父亲才满次时 正在赶过来的途中 监控中心通过电子镣铐的定位 发现对方超出了管束范围 查询资料才知晓 才满是国情院特批的管束对象 他们没有权利进行干涉 只能向敏部长汇报情况 而这边的康勋已经用完了最后一丝力气 朝方异能者正要逼问其他超二代的资料 班主任老师突然举枪出现 可他哪里是异能者的对手 仅仅一招就被干涵在地 对方还想逼问异能者档案的下落 见康勋捡起了手枪 他直接举起班主任砸了过去 狼狈找底的两人陷入绝望 难道他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吗 忽然一声巨响传来 走廊的墙面被距离撞开 但烟雾散去 赫然显露出康勋父亲的身影 看到全身躺血的儿子 采满大吼一声 直接冲上去将罪魁破手打飞 可这仅仅只是开始 他将满腔的怒力腾孔发为力量 连续几个超级被摔 在街上一套三连 朝方异能者瞬间失去一失 可这还不足以平息采满的恨意 只见他将人抓起来用力一致 可怜的家伙瞬间飞出几十名远 确认班主任老师没有大碍 康勋顶着伤痛走进教室 看见父亲心疼的模样 他的心仿佛被狠狠扎了一下 想起多年前父亲有一天回家晚了 小康勋还在抱怨对方没有遵守约定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 父亲淡天晚上承受了多大压力 这回康勋没有像从前那般无知 双眼流来安慰父亲 今天你没有来晚 与此同时满血复活的九龙 终于找到了那名朝方的大个子 二话不说一贯咋下去 可惜很快就被一拳打飞 双方都是罕见的防御系一门者 他们的打都没有华丽胡哨 只有简单的挥拳护 朝方的大个子首先怂了下来 九龙抓住机会 一拳中击将对方击倒在地 大个子刚刚站起身 他又看见之前被美贤射中的伤口 连忙在上面补了一拳 吃痛的大个子根本生不起反抗的念头 九龙抓住机会 高高跳起挥出致命一拳 这位扛揍异能者总算倒下了 还在四处找寻档案的小队长 察觉自己的队员一个接一个的失联 于是连忙掏出手机呼叫增援 停在校外的车厢忽然被打开 想必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而学校里的九龙 此时已经跟采满父子会合 班主任老师还在考虑如何收尾 九龙却觉得事情还没结束 男人随便拍个巴掌 居然能够发出六言可见的阴波攻击 威力足以摧毁整栋大楼 可谁又能想象得到 如此神迹居然是通过拍打飞虫炼成的 林在希从小生活在阴冷昏暗的地窖监狱中 父母因为逃离边境被抓而双双去世 监狱中来不及清理的尸体 滋生了许多飞虫 他必须时刻挥舞巴掌 否则会被飞虫钉得起样无比 这天林在希听到隔壁又来了一位新的御友 他主动问了许多问题 可惜对方始终未发一言 林在希以为那位御友又死了 想到尸体又会滋生许多飞虫 他突然感觉好累 最终决定拍死自己 却不想隔壁的御友忽然说话了 这是林在希第一次感受到他人的善意 于是他坚持活到了现在 而且变成了恐怖的人间杀气 擅长近战的九龙急速狂奔 想要冲过去阻止 班主任则在原地取枪射击 林在希心中气急 再次发出阴波攻击 结果整栋楼不堪重负发生坍塌 班主任以及裁慢父子琪琪被压在碎石下 每一还能动弹的只有班长康迅了 他听到父亲的喊叫声 右手蓄力不停砸向外层的水泥墙 直到血肉飞溅 厚重的水泥墙终于被他击穿 而这边的九龙总钻抵达林在希所在的走廊 可惜对方的阴波攻击太过霸道 一时半会根本无法轻身 雪上加霜的是 飞行异能的刀疤脸正在急速赶来 之前被九龙揍趴下的大高个 也再次站起身 反观九龙这边人人带伤战力受损 之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优势 居然被林在希请客间翻盘 是中心体育馆内 昏迷的凤希悠悠醒来 好在美秀有恢复异能傍身 被子弹击中的小臂并无大碍 他提醒凤希冷静一些 抓紧时间去学校支援母亲 凤希全身一阵 看了一眼美秀后两脚一蹬 快速朝着学校飞去 克服了最初的不适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看上去颇有几分附近闻山的影子 而电系异能者接到 正准备开车回公司 忽然一道身影横穿马路 他急急踩下刹车 定睛一看 居然是全身血迹的美秀 对方只来得及 说了句急着去学校 随后就跑得不见人影 接到没有询问缘由 但也猜到肯定是缝隙出事了 脚上油门猛踩 驾驶公交车飞快朝着学校冲去 这边的采满父子总算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他让儿子先带班主任离开 自己还得去解决朝方异能者 九龙不愧是打不死的小强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硬是将灵在戏的体力耗去了大半 这时候采满突然从窗外飞来 虽然他的音波攻击很强 但是被近战异能者贴身 结局自然惨不忍睹 采满的作风向来简单粗暴 直接废掉他用来拍掌的手臂 九龙稍稍调整一番 也准备加入战斗 谁知大个子突然冲了过来 对方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一套连击下来 居然将九龙打得人是不行 大个子没有停歇 再次朝着采满冲去 原来他是过来解救灵在戏的 不过遇到近战最强的采满 擅长防御的他只有挨打的份 灵在戏颤抖着战绩身 想要发动音波支援大个子 可惜他的左臂已经折断 看着对方血流不止 灵在戏满脸悲伤 思绪再次回到那个阴冷的地窖中 忽然一抹光亮滑破了黑暗 灵在戏却被过身子不敢指示 原来是队长想放他出来为过效力 可灵在戏害怕外面光亮的世界 祈求队长不要赶走自己 后者换了个说法 只要你完成任务就能回到这里 大个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行李箱 灵在戏如同货物一般被带去了任务地点 可即便这样 执行任务时他还得直面光亮 大个子十分贴心地准备了一副墨镜 帮他遮住了大部分阳光 从此林在戏再也没有抗拒外出执行任务 看到恩人因为自己受伤 林在戏大喊一声快跑 接着便直接养身翻下窗户 却不想他落地的瞬间 唯一完好的手掌拍到地面 无形的能量波冲天而起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整栋教学楼开始陷入地面 想不到林在戏会以这种方式 换取恩人逃生的机会 当烟雾好不容易散去 首当其冲的酒楼被钢筋掉在半空 手上还抓着奄奄一息的踩满 他用尽全力将人甩上平台 后者不愧是个死脑筋 担心儿子安慰 居然不管酒楼 直接跑去跟康勋会合了 而这边的酒楼好不容易爬上平台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脑袋便被子弹射中 原来是飞行异能的刀疤脸赶到了 不过很快他也中了一枪 美贤连忙闪身寻找隐蔽地点 他很了解空中飞行的枪手有多难缠 超感异能发动 辨认出刀疤脸的位置 他立刻探出脑袋攻击 可即便这样 美贤也丝毫逃不到便宜 没过多久 枪力的子弹耗尽了 刀疤脸似乎有所感应 在空中慢慢现出身形 忽然一道人影呼啸而来 正是前来之人的缝隙 得知母亲差点遭遇不测 他的怒气值再次飙升 居然在空中和刀疤脸 斗了个气骨相当 与此同时 教学楼倒塌的废墟中 大个子总算在石板的最下面 发现了掩掩一息的灵在溪 后者劝对方赶紧逃 去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随后便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他这辈子受到的最大善意 就是来自隔壁与有的活下去 所以他即便要死了 也要将这份善意 给予帮助过自己的人 大个子像是有了新的信念 他一步步攀爬着眼闭 犹如多年前为了活命攀上悬崖一般 好不容易逃出校园 他忽然看到急速而来的警车 慌乱之下跟前来之人的美秀 撞得正着 后者站起身 看到大个子手上的鲜血 以及满脸的泪水 心中顿时意软 居然忍不住拍大他的后背不停安慰 结果大个子哭得更伤心了 如同五百斤重的孩子一般 这也许是他第二次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 与此同时 废墟上的酒龙从昏迷中醒来 他察觉到眼睛里的异样 于是手指用力渗入眼眶 居然将子弹连带眼珠一起扣了出来 史上最强恢复异能者果然名不虚传 而高空中的飞行大战 已经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凤隙还是经验差了些 被刀疤脸锁住四肢无法动弹 看到街道的公交车正在急速时来 他也有样血样 带着凤隙迎头撞去 却不想接到一个急速转弯 来不及调整的刀疤脸被直接撞飞 他气愤的掏出手枪 准备一枪干掉这个小子 好在美贤及时跑到楼顶 用枪对准了正在看戏的队长 双方人马投手聚气 谁都不敢实现开枪 可美贤心中焦急无比 他的子弹早就耗尽 小声提醒凤隙赶紧逃 队长察觉出了不对劲 居然无视美贤掏出了手枪 猛子俩再次陷入绝境 就在这时 操场上的街道爬到公交车顶 赤脚踩在蓄电池上 全身上下瞬间充满电能 街道再次摆出闪电下的经典工作 一道粗壮的闪电光柱急速射出 空中的刀疤脸正要射杀缝隙 下一刻就被闪电击落 摔在地上时整只手臂已经消失不见 这时候九龙恰好赶了过来 一旁的队长让刀疤脸赶紧走 别忘了你的家人 后者倒也干脆 站起身一跃 瞬间消失在夜色中 如今的队长成了光感司令 自知不是几人的对手 居然放弃抵抗 就要朝着楼下跳去 九龙一板拉住他的遗袖 美贤也跑过来询问文山的下落 队长双眼无神 脸上死和一片 原来他早就厌倦了异能者之间的斗争 文山之所以会去朝方刺杀大佬 因为他们之前也派人前往韩方执行过类似任务 如此往复持续了50年 期间牺牲了太多无辜的民众 想到这里的队长 强行掰开九龙的手腕 任由身体朝下落去 也许对他来说 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 当一切平息 美贤斥责儿子为什么要跑过来 凤夕没有解释 察觉母亲的教怀受伤 他主动蹲下身子 趴在凤夕背上的美贤感动落泪 这一幕像极了多年前 美贤背着凤夕四处游荡的场景 一旁的九龙酸到不行 好在这时 自己的女儿也跑了过来 她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这群学生参加完毕业典礼后 各自开启了新的人生 班长康勋去了 敏部长的情报局实习 因为他要帮父亲抹去犯罪前哥 美秀则在父亲的炸鸡店帮忙 而且还顺带收留了大个子 独眼九龙表面上 骂骂咧咧 心中却是欣喜无比 自己总算不是最憨的那位了 美秀在旁打去 他建议将店名改成 市场最安全的炸鸡店 这时候电视忽然查播了一条新闻 一栋高楼发生火灾 有人拍到身穿黄衣的神秘人 飞行在空中解救被困的居民 美秀两眼放光 知道对方正是许久不见的缝隙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 而美秀的手臂里 还相见着当初为缝隙挡下的子弹 至于老一辈异能者之间的恩怨 也在学校冲突后彻底了结 九龙偷偷跑去擅长追踪的赵校长家里 将他打得炎炎稀 眼看是活不了多久了 失去手臂的刀疤脸回去复命时 直接一枪干掉了军方大佬 因为他不想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随后刀疤脸又将地窖中的文山放了出来 告诉对方你的孩子也遭到利用 结果没过几天 领部长被人在办公室割破了喉咙 出手的正是重获自由的文山 没了这个阴险狡诈的老狐狸 凤隙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整部剧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这集结尾还有一些彩蛋 应该是给夏季剧情埋下伏笔 不过阿琪推测近三年内应该不会上映了 因为原漫画至今也没出版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